聊几个明末的小故事 多少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能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原因 其中有什么精神 李定国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义子 这人有多牛啊 他曾经逼得定南王昆仁德自杀 定南王你看这爵尾 他跟这个吴三桂是平级的 镇展尼堪 这两个都是亲王 尤其是尼堪 尼堪可是努尔哈赤的孙子 是清朝对明作战中 镇王的最高将领 当然后来李定国的势力就越来越小 退到现在咱们的这个西南地区 当时的他呀42岁 他在听到永利帝被吴三桂杀了之后啊 悲愤不已跪地同窟 哭至双目流血 说呀我对不起大明皇帝 然后后来就死了 他死之前对他的儿子跟部下说 就是以后啊宁可死在野外 也绝不像清军地头 那此时的李定国呀 已经坚持抗清了十几年了 我们看明清的势力范围图 我们会发现在现在的湖北西部 四川东部 有一小块地方 二十多年间一直写着一个名字 这就是奎东十三家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李自成骑军的余部 他们活跃在相当于现在三峡的这个地区 他们呀在李自成侄子的义子 李来亨的代表下坚持抗清 那到了后来清军大举进攻 李来亨下令烧毁山寨 然后呢举家自焚 以示永不祥情 那大家知道此时是什么时间吗 康熙三年 张皇岩 崇贞朝举人 这人坚持抗清了二十多年 到了康熙三年 他见到这个永利帝啊 鲁王啊 还有郑成功相继死去 他就觉得没啥希望了嘛 然后就把义军解散啊 自己跑到一个海岛去这个隐居去了 但是这个由于叛徒的出卖啊 他还是被抓了 在赶赴清场的这个路上 他就是大义凛然 面无俱色 在这个兽刑的时间啊 拒绝下跪 就是我要坐着死 当时跟他一起被抓的 还有他的书童啊 年纪比较小 应该是一个小孩 这个奸展官啊 就有点怜悯他 说可能想替他开脱一下 当时他的书童就说啊 张公为国家死于中 我为张公死于义 要杀便杀 这不必多言 说罢就是引井兽刑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人跟这些事 因为这些人 他不是单个的人跟事 他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承 跟我们的古迹 就是平常我们聊英雄啊 一定要把他放在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 你要看他说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更要看他的这个初衷 他们这些人 我们想想当时他们得多难 有些人说啊 他们其实就是想拥兵自重 把你扔到那荒无人烟的荒岛上 你去试试 把你扔到当时那三峡 把那地区那环境上 你去试试 还有我们看看 当时的西南环境多差 李定国也就活了四肢出头啊 你再看看郑成功 三十多岁就死了 因为当时那个岛 他不像现在 说白了就是荷兰人 在那射了几个点 几个据点 那到处都是燕障之地啊 水土不服太正常了 我们可以想一下 他们这些人是为了什么 在山歌沟里抗清十几二十几年 其实他们只要稍微低个头 清朝那边啊 就是侯爵公爵 就在那等着呢 那跟这些人相比 我们再看看吴三桂 那话说的叫一个漂亮 理由找的叫一个多 你吴三桂啊 说白了不就是为了 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 手术两端吗 完了还找那么些个理由 我们看看 跟现在有些人多像 为了达到自己一些 私人的一些目的啊 就是搞各种理由 去说服自己 我找到了 小明镇 我找到了 我找到这一件事情